今天带来赵云 新皮肤买来后都没有玩过 那这一局遇到国服黄中 真的是不轻松啊 现在的情况 一个个月塔对我西斯妹妹动手 好 那我就瞄准貂蝉用力一下 反正我不能亏 前面的伤害稍微有些不够 被刘班逃走了 国服还是厉害啊 国标一亮出来 达摩小眼睛都在发光 说的话笑死我了 这X是国服啊 貂蝉妹妹在龙坑瑟瑟发抖 刘班你别挡路 看我怎么收拾貂蝉啊 原地开花 注意不要被他秀了 等他位移先交 无奈长山赵子龙 看枪 今天准头不行啊 稍微往后面撤退一下 还是我脸颇厉害 剩下刘班 想逃 这回我可是瞄准了 呀死了嘞 现在的伤害比较高了 送你回去泡温泉 打摩蹲草虫 蹲到四个大汉就很尴尬 那我们想要针对射手 对面这个走位就很灵性 找找跑到防御塔 下面打不过还能溜 我们过来对两个长血动手 刘班当场凉凉啊 貂蝉看到 瑟瑟发抖啊 就是有点把我当傻子 躲草虫里被我看得一清二楚 不得不说 身材真好 轻松完成双杀 一个个来我野区 大闹天宫 你们当赵子龙 不存在啊 先对貂蝉动手 磨了的小妖精 走位还挺分烧的 回头看到我双胞胎兄弟 技能招数一毛一样 还是对寒性动手啊 本来是能走的 当你和我硬杠就太小看我了 枪如惊雷 和我打 开心打野怪 刘班过来调戏我 哎呀你摸了我还想走 你给钱 和马可稍微消耗一下 但不能追太深 把技能都交给前排 那才是昏了头呢 和队友眼神交流 打后排黄冲 闪现就很灵性 奈何双拳难敌四手啊 刘班下来只有挨打的分 刚才我就很纳闷了 对面貂蝉 有点闷游的 观察小地图 看到寒性残血 走进这个草丛 上去就是一脚啊 我技能是不是有点太多雨了 早知道大招起手 这都不是问题 蹲波草丛 又是寒性 追应该是追不上的 那刘班小贼 我看你往哪里走 马可波罗后期的伤害 对付这种前排 是很轻松的 寒性不服啊 杀我们一个回马枪 马可波罗差点抹得了 接下来交给我赵云 一刀打出名刀 我戳戳戳戳戳 完成双伤美滋滋 不过我们两个队友也凉了 这波不亏不撞嘛 野区危机四伏 对面刚打完主宰 我们什么都不要管 过来针对后排黄中 好家伙 铁座了吧 死活打不动啊 我戳 我捅 好不容易打出复活甲 这么点血量 我以为能够大招 接下一套技能 一枪爆击 通到心里去 找到了先冷静一下 还好我队友给力 这小小勾引 黄中那是欲罢不能啊 厉害厉害 团灭一波 这不就好起来了吗 下路我双胞胎兄弟 过来带兵线 我来会一会你 你一下我一下 在这里扯淡了 急跑一开 跑的是真的快 正准备走的时候 也去看到两个小脆皮 这局比赛 把黄中针对到死就好打 马可波罗也知道 上去旋转跳跃 赵云闪亮登场 枪如惊雷 直接完成双杀 剩下马超和貂蝉 也是轻松解决 韩信想偷家 我不会再给你机会了 上次中二少年 就是这么输掉的 来到开心上高地的黄杰 剩下韩信想清理兵线 刚过来就被西施勾引 连大招都甩不出来 一刀送你回老家 团面一波 最后赢得了比赛 这局不是黄中不抢啊 感觉遇到演员了 貂蝉很迷的 后面评分也看了出来 黄中被安排的明明白白 好了本次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喜欢梦雨的清点战士的转发 如果再来关注 小地间感激不尽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